各位亲爱的同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由万透国际投顾林中祥为您制作的标股及先锋 快要中秋节了 这个台北股市在这里震荡来震荡去的 同志朋友真的是心慌慌意乱乱 那很多同志朋友在这里 想说中秋节之后会变盘 端午节也会变盘 农历也会变盘 每天都在变盘那要怎么做 各位对不对 那当然在这里来说选股还是最重要的 那各位同志朋友都在想 老师有的股票都不太会动 变盘也变不到它 对不对 各位我讲的话都很清楚 那很多同志朋友都在想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应该要做什么股票在这里可以赚钱 我在这里也公开的讲 台湾半导体教父只有两个 一个叫利金的黄虫人 这个半导体教父 还有一个卢超群半导体教父 我不知道要讲多少遍你们才听得懂 那今天大盘虽然在这里小跌了75点 但是各位我们看一下 利金的黄虫人他有爱谱 6531的爱谱今天大涨 今天又涨了二十几块钱 当然洪小姐她说她有五张 师兄也有五张 各位你如果愿意买这种股票 各位你买个十张赚个一两百万 当然不是问题 那我们待会儿再来做一些说明 各位回过头来看一下 今天大盘在这里跌了75点 跌了75点 为什么会跌 因为今天2330的台积电除息 对不对 除息他没有涨 所以跌75点 台积电跌了多少 跌了今天收多少 600块 刚好600块整数 那600块整数的意思就是 今天跌了4块钱 对不对 今天跌 韩息昨天收606 对不对 606.5 所以基本上今天指数是一定跌的 对不对 各位就那么简单 那台积电他会跌多少 600块就在这个附近了 他也跌不到哪里去 那我认为台积电如果真的有压回到 这个580都可以买 他比较适合这个大资金的投资朋友慢慢的做 当然我的会员是除非跌很深 我才会带一些清代的去买台积电 否则的话台积电的价差不大 没什么好做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6531的爱普 今天又在大涨 各位爱普大家都知道 我们爱普这一档股票 我们在这里上下来回起手 创造了很多千万富翁 当初有来找我的 大概如果你有500万 大概都已经变成一两千万 500万以上大概都好几千万 各位记得吗 爱普我当初在这里跟你讲 我们第一次操作是在300块左右 300块左右 我都讲在前面 我觉得在这里不是马后炮 300多买 300块买 450卖 回到380 在这里再做买进 对不对 380再做买进 各位380再做买进 然后750卖掉 750卖掉之后 各位我700块买一次 640买一次 850卖掉 780买 900块卖掉 卖掉以后我都没有再做了 都没有再做了 真的都没有再做了 林先生也知道 汤小姐也知道 后来回到了600块左右 在这里又带你买 对不对 700块在这里出一趟 600块在这里再做买进 799 快800块出一趟 现在只有买没有出 大概买在 像洪小姐 她有五张 你不要看 600块五张也要400多万 当然没有资金的投资朋友 在这里是很难买得起 这么高价的股票 当初你早一点来找我的时候 300块你一定买得起 但是300块买的 你再900块也卖掉了 卖掉以后 你300万就变成900多万 对不对 当然你可以来回做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 他又跌到了这个580 600块 612块615块再买 一路买 一路买 各位 今天来到了多少 小便帮我看一下 今天来到718 258 他很准的 他尾数几乎都是8 258 对不对 今天最低是686 你敢买吗 你不敢买 因为你没有我的代理 你不敢买 师兄敢买 叶先生敢买 各位今天又大赚了 那我跟你讲过 艾浦这一支股票 各位讲的够清楚 他是黄从仁 他在这里台积电要涨 他跟台积电合作3D封测 那有的人告诉你说 艾浦做IP的 那别人也做IP 一定会大涨 像3228 各位 今天跌蛮深的 3228今天跌蛮深的 各位 你看一下 这里已经有一个头部的味道 当然了 3228是从100多块涨到400块了 今天离400块越来越远 老师我们那个盖牌 我们都不要卖 那没关系 你都不要卖 我当初再到400多块的时候 我叫你卖一趟 你也不相信我 你真的也不相信我 你怎么会相信我 对不对 400多块你想 老师他听说明年要赚50块 会涨到8001000的 各位 那你自己去做 跟我没有关系 跟我没有关系 他连艾浦的车尾灯都看不到 善至于说 他将来搞不好会跌到 比天狱还便宜 OK 就是这样子 所以6531的艾浦 各位 我会员有 当然在这里 也恭喜在这里有所 所有买进艾浦的投资朋友 看我节目有买的都恭喜你们 Danny我也恭喜你 对不对 艾浦我一直跟各位投资朋友讲 再来就五三五一的预创 各位如超群 今天差一点涨顶板 老师还会不会涨 各位 今天消息出来了 你们大家都知道 苹果要用Type-C Type-C在这里来说 国内最成熟的产业就是预创 对不对 当时我带所有的会员买在25块 20块再买 23块25块再买 34块再加码 50块以上没有追 没有追 但是拉回来 41块买 43块买 对不对 各位注意到 月线季线 月线已经扣低了 已经开始要往上 我跟你讲这个叫下降压力线 有没有看到这是不是下降压力线 对不对 你把这里画一条线下降压力线 一突破就开始走喷出段 昨天没有量 我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昨天的量多少 只有9000张 今天的量 马上添成31000张 老师你昨天就有讲了 你怎么那么厉害 讲在前面才有用啊 对不对 如果今天融券再增加 昨天融券创高 融券再增加的话 各位那我认为50块应该 就是今年的高点50块应该就过了 应该就过了 你们就慢慢看下去就好了 那在这个地方 这一家公司除了爱普 爱普是清代会员在这里买的 当然法人会员也有买了 他们自己都有买 因为老师抗讯有抗啦 那当然比较小知足的会买不起爱普 对不对 毕竟太贵了 一张要70几万 那师兄当然他资金比较大 他当然买得起 对不对 以前汤小姐也买得起 以前林先生也买得起 即使300块买个两张三张 300块的三张还不到100万 他也买得起 300到900 各位你买100万 你等于拿回变成300万 我们讲话就是这么的简单 我几乎都是没有盖牌 直接在这里跟各位投资朋友报告的 对不对 爱普 对不对 各位 爱普 各位 现在已经来到718了 明天再涨停版718就快800了 中秋节以后会不会来到800 900 1000 我不知道 好 各位我要跟各位讲一个故事 在这里各位你听一听就好了 5269的翔硕 现在已经来到2000多块 各位还有一个叫所谓立望 立望是立望待会查一下代号几号给我讲 立望待会查一下代号几号再跟我讲 好不好 立望 立望在这里是各位 我会跟各位讲一个故事 那我会跟各位讲一个故事 那这个故事在这里你听起来或许会觉得 很不可思议 立望 立望的代号是3529 已经来到1850块 各位 各位 各位我跟各位讲一个故事 立望 我有一个从小许会议 他曾经参加过我的会员 现在在恩祖宫 恩祖宫医院听过了 在新北市 恩祖宫医院当所谓的主任 当初他来参加会员 他也跟我互相有沟通 后来他有做过智园 有做过详硕 后来他跟我讲说 他说老师啊 同学他不叫我老师 他叫我同学 他同学啊 因为我工作非常的繁忙 那进进出出虽然都有赚钱 赚的不多 他说这样好了 那我是不是买立望 他买了3000万的立望 大概买了100多张 大概是在280块 280块 280块的立望 大概买了100多张 各位 280块买了100多张 买了之后 他就没有进出了 他就没有动了 就在这里 你知道吗 到现在为止已经来到 快2000块 快2000块了 280块 他买了3000万 就100张而已啊 不多啦 他也不进出了 他也不看了 然后我们三不五十同学会还在这里参加 那你知道吗 他的立望 已经创造了3000万 各位 现在已经2亿多了 2亿多了 他已经可以退休了 他不用进进出出 他不用那么麻烦 没有错啦 买到280块 各位280块 还甚至于说他有回到250块 他说没有关系 反正我就抱着 100多张抱着 然后从280块一直到了 快2000块 好 那回过头来看一下 那当初我在这里告诉你的 这个爱普 对不对 这里是100块的爱普 当然你那时候不认识我 你也没有办法参加 那我来到军安 不 我来到这个万通国际投顾的时候 我买在300块 老师100块都没买 300块你还敢买 300块涨到900块 对不对 现在600块在这里又买 各位又上来 这个告诉我们 你只要选对产业 你只要选对个股 你绝对可以赚大钱 各位 我讲的话就是这么的简单 就是这么的简单 各位 好 那回过头来看一下 五三五一的预创 各位 很多新会员都参加 老师我都没有买到预创 所以今天请新会员再买 大概我们最近买的成本是比较高一点 甚至4445都有买 今天是多少 今天是435也有再买 43.5也有再买 当然有会员买在43块643块7 这个都没有关系 会涨的股票没有差那一毛两毛 没有差那一毛两毛 拉回来还是可以再买 5351的预创 会不会将来突破50块以后 到67、80、90、100 我不知道 我不能预测股价 但是我知道它会涨 6531的爱普 未来在这里突破了800之后 各位 会不会挑战前波的高点来到900块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公司非常的好 上半年赚了10块钱 那下半年IP的效应 3D封测它还会再涨 所以对于大资金跟小资金的投资配合 我是完全都有照顾到 对不对 各位都知道 你们要的在市场就是获利而已 你没有别的 对不对 我每一个会员应该都有所谓的爱普 爱普比较大资金才有 还有所谓的预创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狱 昨天拉尾盘 今天没有拉尾盘 但是今天尾盘还是有大量在收 各位大家都在想这个驱动IC好像不好 对不对 那你早一点来找我的时候 你可以买在150 现在买在280 后来380以上全部卖光光 没有卖到最高点 但是卖到380以上 380以上卖掉以后 我们在这里 210 220 250 280继续买 但是因为要除全席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340以上全部出光光 340以上这里全部出光光 出光光以后拉回来 280有买 260有买 各位最近参加的会员都买在这里 还没有开始标 老师什么时候到底会动 老师我真的受不了了 天狱上半年赚15块多 那7月的营收跟8月的营收再创历史新高 老师听说明年的天狱不会赚钱 你认为呢 今年如果可以赚三四十块 老师听说明年的天狱大概不会赚钱 不太可能 因为天狱是鸿海集团的 那鸿海集团在这里除了面板驱动IC 除了LED还有车用的晶片 我问你 你自己想 鸿海要发展电动车 鸿海在这里又去买一个 望红的所谓的这个什么 厂 他为的就是做车用晶片 对不对 各位我讲话就是这么单纯 所以我认为中秋节以后他会喷出 最近都没有量 你看 昨天的量六千七百张 今天只剩要四千八百张 没有人要当冲了 因为你怎么冲你都不会赚钱 你就不要冲他 老师今天四千多张 就跟昨天的5351的预创一样 九千多张你去冲 今天马上变三万张 各位 昨天你低买不是很好吗 昨天又不敢买 当然昨天那个 有一个会员有买 老师我亲参加的 昨天没有call我买 我以为你们大家都有了 对不对 所以昨天没有call买 没关系 今天买也是一样的 因为我认为预创各位 这个叫下降压力线 你注意到收链三角形 这个底部越电越高 是不是 底部是不是越电越高 这个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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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越电越高 大盘的指数没有越电越高 各位大盘的指数 也没有越电越高 大盘没有 大盘是这个低点 这个低点 这个低点 对不对 大盘是怎样 在这里做横盘而已 但是各位大盘的KD还在往下 但是五升五一的预创 是不是低点越来越高 KD我跟你讲 最可怕的股票就是 慢慢的跌修正一下 但是KD指标开始要交叉 他上一次在这里交叉的时候 一涨就是一倍半 超过一倍 这一次的交叉 从多少 37涨到47 大概也涨了三成 那这一次再交叉 会不会年底 啪一下就出去了 就到了我们大家希望的三位数 我不知道 但是你来找我 我会告诉你 台海关里面会告诉你 对不对 所以各位 股票市场 永远有人比你早知道 就像我当初在讲这个 力望的例子是一样的 我那个同学是国小同学 国中同学 后来念台大医科 出来以后 还到台大医院 后来调到N主公当主任 他所有的资金 大概家里的资金有一半以上 去买所谓的力望 力望就是IP股 他买在280左右 他不管大盘的涨或跌 现在已经快到2000块 或许我这几天会跟他联络 或许他在这个附近 开始逢高获利了解 或许他续报 但是各位 股票市场要赚钱 说实在 参加一个对的老师 你不要进进出出 当然你一定会问说 老师啊 当初我就是看你节目看太少 所以IP这支股票 你在300块买的时候 我也有参加 老师你不需要300买 450买 380买回来 老师你就300买到900就好了 但是你参加会员不是这样子吗 你不是希望低买高卖吗 300块买 450买 赚50% 380再买 对不对 750再买 又赚了一倍半 50加一倍半 各位 然后最近来参加会员的 大家都有看我的节目 我最近会员还真的收的还不错 全市场没有一个像我 这么实在都在讲股票 各位 你看爱普今天多少钱 爱普今天已经来到734 我相信中秋节过后 你就可以看到八字头 八八八八八八八 各位八八八 5351的预创 我相信中秋节过后 你就可以看到 55 各位 老师55 我没有讲 搞不好666666六的大顺 4961的天忱 这个要跟公司在求证 到底业绩到底是整回事 老师 天狱如果说你能让我突破380的话 老师我一定参加会员 那你就慢慢看 你就慢慢看 老师200块到380是赚一倍 老师真的可以赚一倍吗 各位 WG88标股极先锋 我在这里告诉你 好不好 各位 就算可以赚一倍 我也要低进高出 低进高出 低进高出 对不对 所以各位 中秋节愉快 今天你打电话进来 参加我的会员 我给你中秋节 特别的优惠 切记哦 金利科有赚自己跑 好不好 各位 或许他又回到200块给你买 或许200块以后 他又涨到300块 但是各位 金利科的400多块 真的是不太容易过 我讲话就是这么的实在 祝各位到这边要操作顺利愉快 今天参加会员 各位给你最大的优惠 买三送三 祝各位中秋节愉快 好好休息四天 各位 买股票 赚大钱 谢谢 本公司以网织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险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判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